耶 家有一牢 如有一宝 哇 今天乐飞出巡带大家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家宝女佣中心啦 哇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 看到了非常多身怀绝技的女佣们啊 无论是烧菜 煮饭 照顾小孩 还是照顾老人家 都是非常的厉害哦 而且她们还精通中文 英文两个语言 这是不是能够解决更多 妇主和女佣之间沟通的问题呢 除此之外呢 她们还是父子一起创立了这个女佣中心哦 怎么会这么的罕见 父子可以一起创业呢 那我们就一起去听听看她们怎么说吧 哇 那我这里邀请到了我们家宝女佣中心的 Thomas 欢迎你 其实现在的社会啊真的是还蛮少看到父子创业的 怎么会想到要跟父亲一起去创立这个女佣中心呢 首先在新加坡的这个市场 比较新加坡人口劳化 所以女佣的需求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就马上开一个工作室 所以其实就是也是为了照顾这个社会 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其实在工作防忙之余 你还可以有一个劳工可以去代劳 然后帮你们把家里的事物打理好 顾主公司是怎么样去聘请到这些女佣呢 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看我们的Bio Data 或者是从Facebook那边 你可以看到找到我们的女佣中心 后来我们就可以arrange一个video interview 如果employer觉得这个女佣不错 那可以选几个 那我们安排一个面试 或者是安排给他们看那个视频 这样子他们选到了之后就可以申请他们过来 所以如果他们已经通过了一个初步的视频的面试的话 就会直接过来就开始进行调节就可以开始工作 那这里的女佣我刚看到是多数是来自印尼的对吗 对 还有印尼 还有印尼 所以主要的交往女佣中心是主要都是缅甸的印尼的女佣 对 大多数都是来自这两个人家 因为现在过渡市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女佣是比较多的 哦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的需求其实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子 哦 那他们在国外就有先受过这些专业的训练吗 在来新加坡之前 我们在缅甸跟印尼的国家里有我们自己的训练中心 那女佣会在那边学英文 华文 照顾小孩 照顾老人 还有做家务 还有主 这些基本的这些skills 他们必须要先掌握好 对 掌握好 来到新加坡比较容易在顾主的这样子 嗯 所以像怪不得我刚刚就是听到他们讲话才发现 其实他们语言真的都精透华文英文 也是非常的厉害 这样子其实真的可以减少 顾主跟那个女佣之前沟通上的问题对吗 对 所以照顾老人也比较需要讲华文的 嗯 所以要叫他们讲华文 对 就会更加方便 那如果真的是屋主和女佣之间 因为刚开始工作可能会发现一些摩擦 或者是一些问题 那通常中心都会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会邀请那个屋主带他们的理由下来 然后可以用中心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counseling 领导他们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 嗯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因为其实可能有时候只是一个沟通上的一个问题 对 哇 那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的一个连程嘛 所以其实家有一劳 卢有一宝 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家里有一个好的劳工呢 就能够把你家里的大宝也照顾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也是中心想要推广的一个概念吧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Thomas 那我们下一期乐回出旬再见咯 拜拜